大号饿死老秦 这是秦始皇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秦宪功应实习 那时候秦国叫一个惨 然而比秦国更惨的是他的命运 十岁继位就被自己的叔祖父夺去军位 逃往魏国 在外漂泊29年 快40了才终于把握住机会 夺回了本就该属于自己的政权 临走前呀 他和魏武侯一商量 你好好逐鹿中原 只要你魏武侯还活着 我保证不打魏国 然后呢就闷头开始 为所发育 利用这宝贵的和平时期 秦宪功干了好几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废除人训 这是秦国持续三百多年的老传统了 国君喜欢谁 临死的时候就把谁带走 当然了 有的时候带走的人太多 也未必都喜欢 总之 秦宪功因为受到大魏国先进文化的洗礼 废除了这项惨无人道的政策 第二件大事呢 就是迁都越洋 这就是表个态度嘛 虽然我答应魏武侯暂时不打魏国 但是呢 我老秦人是要收复失地的 只要把你老胃头熬死 我分分钟就要打回去 第三件大事呢 就是在政务和商业上的调整 给边境地区设置线 加强统一管理 在人口较多的地方开通集市 摆摊卖货 然后呢 收取工商税 同时也搞农业改革 之前呢 是你自己种一百亩地 就得附带给国家大概种十二点五亩地 现在呢 你也不用给国家种了 你种你的 我就收个税 保险呀 比之前收的多就是了 当然了 你也有好处 你成地主了 第四件大事呢 是实行户籍改革 武户人家编一武 闲了一起种田 忙了一起打仗 出事了 一起连坐 惹事的人越来越少 干活的人呢 越来越多 诶 整个社区的治安 他就好了 等到秦宪宫十九年 熬死了魏武侯的秦宪宫 修炼完毕 借口给周天子帮忙 冲出江湖 上来就打了个漂亮仗 并且在三年后 著名的石门之战 斩首卫军六万余人 却在少良之战中呢 再次亲赴战场 不幸中了公子昂的狼独剑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就这样呀 秦国的命运 交到了下一位 了不起的少年手中 这是秦始皇爷爷的爷爷的爹 秦孝公赢屈良 孝公继位时只有二十一岁 此时秦国的国力 根本不入各诸侯国的法爷 要说呀 他最著名的功绩 就是王八看绿豆 相中了另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上扬 秦孝公刚登基不久 就向天下贤能 发布了求贤令 于是就勾搭来了商鞅 俩人一拍即合 秦孝公呢 也拍着胸脯 跟商鞅保证 开始了秦国轰轰烈烈的 变法之路 秦孝公一上来 就给商鞅封了个左树长 相当于直接给了个总理 商鞅也是大刀阔斧 开展了第一次变法 农耕奖励法 军功受绝法 编民十五连做法 客栈盘查法 私斗至罪法 但变法弹何容易 没多久 孟西白三族挑起族人私斗 挑衅变法 面对老师族的巨大压力 秦孝公也只得找商鞅商议 两人争辩三日 最终将七百余人斩首 震动天下 紧跟着 商鞅颁布了第二批法令 结果没多久又出事了 而这次犯事的人呢 是太子 太子大开杀戒 商鞅该如何是好 因为太子未成年 给他的惩罚是罚钱 收封地 认错 颁罪己输 而作为太子老师的两位 就惨了 秦孝公的大哥迎钱 惨悲割鼻子 公孙谷也被脸上赐字 经过两次变法后的 秦国国力强大 百姓家家富裕充足 秦人路不失忆 终于通过河西之战 收复了秦国的师弟 师弟收复 也算是了却了 秦孝公的心愿 没多久 他就离开了人世 临死前 他拉着商鞅的手 把儿子迎四 托付给了商鞅 还告诉商鞅 迎四 若不可负上军 可自立为秦王 告诉迎四 变法之路绝不可动摇 便撒手人寰 秦孝公没想闹的是 他刚去世没几天 老氏族便卷土重来 商鞅也被定罪为谋反 死后还要惨遭车裂 秦国富强的重担 就落在了 19岁的迎四肩上 这是秦始皇爷爷的爷爷 秦惠文王迎四 他是大秦崛起之路上 最为低调 却不容忽视的角色 秦惠文王19岁继位 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车裂商鞅 此后呀 他折服三年 大家都在等个准信 商鞅弄死了 商鞅变得这法 咱还搞不搞 下价是因为对变法的坚守 才让秦国变得更加强大 当然了 有满腔的报复还不够 还需要能人的辅佐 当时 卫国人杰地灵 齐鲁学功 闻名于世 秦惠文王为了秋贤 更是放下君主的身份 法人 欲拜 新生为亲 解 何夕之难 陈张仪谢君上 君上 不必夺理 张仪还有一言 这样 臣体君上 讨要何夕之地 君上替乘客栈结账如何 张仪凭借 三寸不烂之蛇连横六国 对各个国家实行分化瓦解 各个击破 打退了六国的进攻 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 秦惠文王不愧为一代枭雄 他北扫义渠西平八树 东出寒谷南下商鱼 其中最精彩的莫过于南下商鱼 秦惠文王派遣张仪赴楚 忽悠楚王 你只要与齐国断交 商鱼两地六百里 双手奉送 楚王一听高兴呀 于是呢 就丢丢地跑去和齐国断交 完事之后呢 张仪说自己腿断了 见不了人 这明摆着是忽悠人 楚王也不知咋想的 还以为张仪嫌自己没诚意 又丢丢派人 去把人家齐国国君骂了一顿 后来一交接 差点呀 没把楚怀王气死 随即呢 举全国之兵力攻勤 结果秦梅打下来 反被齐国抄了屁股 不过呀 获得这么多成就的赢四 何等的威武霸气 最后呢 还是秦官难过 去质问芈月私会秦郎 反被芈月骂得疯疯癫癫 寡人世会 我就容易在秦宫 待了这么多年 随即把芈月和儿子迎姬 安排到燕国去做人质 没多久呀 迎四就离开了人世 而历史的重担 再次来到了她 十九岁的儿子迎荡身上 这是秦始皇他爷爷的大掰 秦武王迎荡 秦武王在秦国的历史上 是不务正业的代表 原因呀 有三点 一是他在位时间实在太短 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 很多事都来不及做 二呢 是因为他弟弟太有作为 秦昭霞王在位56年 发展的太好 死的时候呢 秦国已经完全碾压其他六兄 三呢 是秦武王因为举顶而死 作为一个君王 死的不够严肃 但其实呢秦武王有一种精神 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呀 叫有梦想 老秦人尚武 而这一点在秦武王迎荡身上 表现的尤为突出 为了荡平列国的超级梦想 公元前308年 他拜甘茂攻打韩国的义阳 为什么打韩国 原因很简单 他们挡道了 现在阻挡我大秦的唯一障碍 便是这义阳城 韩国一直是周天子的屏障 秦武王呢 既然想亏周氏 自然要打通前往洛阳的路 甘茂为了防止自己在前头打仗 后院起火 于是呢跟秦武王约定 无论如何 秦武王不能改变 攻下韩国义阳的决定 称为西壤之盟 打了五个多月 没有进展 秦国内部到处都是反对的声音 而此时呢 甘茂搬出西壤之盟 于是呢 秦武王再调拨兵力 助甘茂攻克义阳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秦武王绝不是听人摆布的无能之辈 他能坚持让甘茂打完这一仗 他的见识 气度 报复 绝不比弟弟秦昭王差 攻下韩国的一仰五岁后 秦武王派出离子 带着百辆战车 开进周天子所在的都城 洛义 秦武王带着几个大力士 一同去观赏周天王的九鼎 九鼎啊 代表江山设计 春秋时期 楚庄王问鼎的大小高度重量 这件事呢 一直被认为 是一个寄予天子之位的行为 而武王干了什么 举鼎 他举鼎的行为呢 除了向周天子示威以外 更重要的呀 是对其他六国示威 俩大力士当场被鼎拍死 秦武王迎荡就这样 绝病而亡 绝病 全身骨骼 进阶断 他带着满心的不甘 离开了这个世界 由于武王没有子嗣 临走之前呢 他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 把江山转交迎记 这一年啊 迎记才不到十八岁 这是秦始皇他爷爷的爸 秦昭相王迎记 超长待机的秦昭相王 囚禁孟长军 给我们制造了 鸡鸣狗盗这个成语的 是他 攻陷东周王都 千九鼎于咸阳 结束了周朝八百年统治的 是他 囚禁楚怀王 逼得去源头蜜罗江 给我们换来三天假期的 幕后黑手 也是他 可这个如此牛逼的招王 年轻的时候呢 也是个小苦包 他要和哥哥打架 打不过呢 还要哼着去告状 告诉大娘 这是谁欺负你了 当哥哥欺负我 刚继位的时候 他依旧是个 听妈妈话的宝宝 这会儿呢 敏太后干政 舅舅专权 连娶媳妇这样的大事 他都不发表意见 怎么 楚国美女 王上不喜欢 只要太后和舅公喜欢就是了 即便天下都知道 然后以一国之兵 谋两国之势 他依旧置若望闻 妈妈说怎样就怎样 还好呀 妈妈比较给力 先通过 割地联姻等手段 拉拢楚国 然后呢 在齐卫寒法处时 又找个借口撕毁盟约 和三国呀 一起打楚国 把楚国忽悠瘸了 公元前299年 秦国呢 又干了一件大事 邀请楚怀王结盟 屈原就劝楚怀王 你别去了 你被秦国坑的还不够惨吗 本王与秦王无谈 乃是好事 酿他们 也不敢对本王怎样 本王去去就回 结果半道上呢 秦国就把楚怀王给绑票了 楚怀王呀 就这样 克死于秦 屈原呢 也偷了蜜罗江 在此之后呢 敏太后又说服了义渠王 并且呢 最终灭掉了义渠国 精明能干的 宣太后死后呢 乖宝宝昭王 第一次向诗人 展现了自己的铁拳和力尺 他罢出了舅舅 以一种还算体面的方式 让他离开权力的中枢 迎记掌握军权之后呢 大胆启用杀神百起 打得六国 爆头数算 其中最惨的呀 就属赵国了 秦昭相王27年 斩首2万 秦昭相王34年 华阳之战 黄河溺壁两万 最著名的 就是秦昭相王47年的 长平之战 活埋了40万降兵 等到迎记晚年 曾经三进中最强大的魏国 已经降为秦国的蜀国 秦昭相王56年 迎记去世 享年74岁 他已经为大秦统一天下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呀 就盖他的儿孙登场了 这是秦始皇的爷爷 秦孝文王迎住 是分六十只渔猎中 最草率的一世 因为他爹迎记太能活 生生活到74岁 等他爹去世的时候 住儿已经53岁了 孝文王就这样登基了 登基以后 他兴奋 这一兴奋 就干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 就是让华阳夫人当王后 第二件事 就是在他自己的 二十多个儿子中 选择一人当太子 这就是未来的秦庄相王 第三件事 就是拜吕不韦为太子左父 进决做书长 当然 按照小说中的说法 迎住还干了一件大事 就是下机 迎住登基以后 就去找了 二十多年不见的 一人的亲娘 重温了一下当年的旧梦 这一重温 就是四个多时辰 期间 53岁的迎住 口渴难耐 喝了一口凉茶 混绝而亡 在位时间三天 他好像完成了 自己的使命一般 把接力棒 传到了一人的手上 当然了 关于一人 吕不韦和赵基的八卦 以及嬴政一统天下的故事 我们就留在大秦妇中 慢慢的讲吧 喜欢的朋友 拜托帮忙关注转发 我在这先行拜谢了 我还没关注 是空落 那个小要 Evee呀 我还没关注